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喜剧短视频编剧培训班 我是你们的蔡花老师 咱们这节课是咱们这系列课的最后一节 这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作为内容创作者 应该要规避的一些事项 我已经把这些内容给整理出来了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第一部分咱们是先来看一下 这些令观众反感的行为 第二部分呢是讲一下 这个内容创作者需要规避的一些雷区 先来讲第一部分 这三种行为会让观众反感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种作假 这个作假包括作品里面剧情人物 不合理假情假意 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假慈善 假大脑假赛 假惨假赛等等 不要觉得咱们编剧就是幕后人人 总有一天你会走到目前 所以得提前知道这一点 因为只要被做死了你这个人物 假猩猩 基本上以后就很难浮起来了 不要说短视频穿了 娱乐穿有多少个这样的大了 都是因为作假 然后人设崩塌 从此在娱乐穿销声匿迹 第二种行为对喷 在这里先事先声明一下 孙孝川是一个例外 孙孝川大概率是包装出来的 需要这么一个人设 但是整个互联网只需要一个孙孝川 而且这种人设很容易因为低属而被封禁 千万不要模仿 跟粉丝对喷百害而无一例 行业对喷也没有太大的益处 看到别人的不足 你也可以用别人合适的方法去提出 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这里的对喷是指脏话乱标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对粉丝 对同行无限的包容 有个性有血有肉的视频组 有时候更加受欢迎 如果你想表达对粉丝的不满 或者对同行的不满 你也可以用一些不带脏话的调侃来反击 像郭德纲 他对同行的评论多犀利 第三种行为 触碰互联网法律红线 现在是谁触碰了这条红线 绝对会在第一时间爆火于各大网络 人人喊打的那种爆火 那这个互联网法律红线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咱们下面讲这第二部分内容 我把这些内容最后规划为一张表 大家最后一定把这个表给记住 先单独讲一讲 大家需要注意的东西 第一条 以下这些素材是不能碰的 像色情类 色情包括那个什么性暗示 胸部露得过多等等 还有血腥类 什么见血啊 器官这些也不行 暴力类 开枪砍业也不行 迷信啊 死人类 不要 第二个 严禁调侃英烈 军人政治 警察 公权力 残疾人 宗教 经典等等 还有教材也不行 第三类 不要轻易去改编 经典的少儿独物啊 很容易构成一个写点动画 第四类 你创作中的死字 要加个引号 要表明作品人物的死 而不是事实 第五类 针对明星的鬼畜和换脸 会构成清泉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六类 千万不要使用境外素材 非法浏览境外的网站 第七类 千万不要碰迪斯尼 和上海美术电影厂的东西 律师函来的太快 就像龙转风 好 下面我来重点讲讲 大家玩抖音快手 这些短视频平台 需要规避的一些红线 我把那个表给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表给背书 或者直接打印出来 贴在电脑旁边 平时创作的过程中 多看看 多留意 这一共有六大类啊 要具体的词 我就不念给大家听啊 有些真的很不能入耳的 大家知道就好 去规避了就行 像第一大类是 抖音快手 禁止使用的一些 疑似欺骗用户的一些词语 第三大类是 抖音快手 禁止使用的一些 诱导消费者的一些谬语 第四大类呢 是 抖音快手 禁止使用一些 淫秽色情啊 赌博 迷信 恐怖暴力等等的用语 第五大类 是抖音快手 禁止使用的一些 民族 种族 性别歧视的用语 好的 最后大家也可以 课后自行去参考 阅读一下 今年初的 建网行动 2019文件 里面对需要注意什么 规避什么 讲的相当的详细 希望每一个创作人 都能够深刻去学习一下 以防咱们以后 创作的时候 会做一些无用功 好的 咱们来总结一下 咱们这一课的内容啊 这一课很简单 就是抖音跨小 等等这些短视频平台 应该要避免 哪些敏感词汇 或者是哪些 不应该出现的 一些类型题材 然后建议大家 课后一定要看 这个建网行动 里面的具体内容啊 这个对咱们创作者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 好的 各位小伙伴们 咱们的喜剧短视频 编剧陪寻班 终于上完了 相信各位小伙伴 应该大有所获吧 这是肯定的 这完全归功于我嘛 这不像是我那些小伙伴啊 尤其是那个摄影师 摄影师 大哥还是比较给力的 主要是后期 后期 后期他做事情太慢了 还有那个收音呢 收音他 太年轻 做事不靠谱 不过怎么说 咱们这个事终于上完了 对吧 今后呢 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支持我的小伙伴们 我会拿出我最好的课程 给到大家 咱们下一个系列课程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